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怡辰 今天很開心喔 我人在綠島這個地方 真的很開心回到故鄉 等一下 我不是綠島人 但是我是台東小孩 就在旁邊而已 那我十幾年前曾經來過綠島 非常漂亮 非常美麗的一個地方 有機會的話應該多來走走 那麼今天受邀來參加公辦試駕 來試駕一台非常重要的車況 我們都知道休旅車 或者是crossover 在全世界的汽車市場 這個分量越來越重 那麼今天我們要試駕的這台車 其實我知道非常多人在關注 因為它也是一台休旅車 沒錯 那就是Skoda Carac 那麼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Carac在台灣的售價 以及編程表在這邊 但是目前來說 我覺得參考的價值以及意義 真的是不太大 目前我們只知道啊 我們今天試駕是1.5TSI的款式 那它是尊榮版 售價是多少呢 原廠真的是保密到家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在台灣呢 還沒有正式的 這個發表的記者會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關注一下他們的記者會 而且我旁敲側擊的結果 聽說未來很有可能會引進1.0T 以及2.0的柴油款式 總共三種 那售價的話呢就等原廠公佈 以及今天我們介紹的一些配備啊 我想應該是大致底定的 不過還是以正式發佈之後的配備 以及售價為準 這一點提醒大家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Carac它的定位喔 以Skoda的家族來講的話 它是介於它的老大哥 Codia之下 那是YATI之上 但是呢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喔 YATI已經停產了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欸Carac這個時候推出來 應該就是YATI的後繼車款 其實不是的喔 不是後繼車款 而是YATI停產之後喔 在Skoda YATI的這個急鋸 產生了一個真空彈 所以應該是說 Carac來替補YATI的位置 成為一個後繼的車款 但是不是後繼在YATI之後 應該是接替它的位置 來販售的這樣的一個定位 好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外觀造型設計 其實Skoda的車喔 從以前呢 都一直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喔 它來自捷克 那麼捷克的名產呢 其實就是水晶 所以它在設計線條的時候 很多靈感是來自於 水晶切割的線條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 它會是很筆直的 一些設計的元素 例如說它頭燈的日行燈啊 以及它保險桿的線條 它是切齊成一直線的喔 包含很多的線條 在處理上面 都是非常銳利的 包含等一下 側面啊 車尾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不過它有幾個特色喔 是相當明顯的 例如說引擎蓋上面 一道非常明顯的 一個凸起 一個隆起 以及它直撲式的水箱護照 這個在之前的椰體上面呢 都可以看到 同樣的設計元素 不過比較不一樣的是 在整個下氣壩 它採用的大面積的 蜂巢狀的這種裝飾 以及一些黑色的防刮材質 來凸顯 它其實也是可以去 越野的一個定位 燈具的部分 全部採用的都是LED 包含的日行燈 大燈 跟遠燈同時配上魚眼 但是在造型上面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霧燈它的位置向上移了 跟大燈燈組的位置呢 比較近 但是它採用的是分離式的頭燈模組 這個在現在喔 其實奇怪喔 好像是越來越流行的這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個儼然喔 也成為Skoda的一個特色之一了 車側的部分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尺碼 其實它的車長不到4.4米 在台灣的用車環境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尺寸其實蠻剛好的 用起來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那在造型設計方面呢 以車側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 剛剛我講的銳利的線條 尤其它的腰線 Skoda它們家的車 一向設計的都還蠻簡單的喔 很俐落 腰線就是一路從頭 啪 拉到車尾 包含下腰線也是 做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凹痕 也是直條式的 非常的乾淨俐落 尤其呢它們在一些造型上面 像是鋁圈 現在相當流行的就是雙色切削 但是它們也沒有 它們就是18吋單色的這種鋁圈 看起來都是比較 欸 比較俐落的那種感覺 那輪胎的話 它的規格是215 50 18 不過以它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胎喔 有一點稍窄了一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有需要 可以自己稍微把它拉寬一點點 欸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這台車的車側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離地高 其實沒有特別的高 所以以一般的SUV來相較之下 它在上下車的時候 其實會是比較平易近人的 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是家裡的長輩 都會是比較方便的 再來就是它的車高也降低了 為什麼要降低 因為讓它的重心表現也會比較好 以它的車高來講的話 160公分 那會對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等一下我在試駕的時候 我再幫大家詳細的說明 好 那我們看看車尾 車尾的部分喔 線條依舊是很銳利 但是我最喜歡它的設計的元素呢 其實是在於它的後尾燈 尤其是這三條線交匯的地方 完全展現的就像寶石一般的造型 那它整體來說看起來像C字型的 這個也是Skoda它自己家的特色 甚至呢裡面也有做了一些 切割造型的線條 整體來說它的後尾燈看起來 我覺得帶一點未來感 或者是在概念車上面才看得到的 這個部分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整個後寶感的部分 它為了要強調它的那種越野感受 用了大面積的黑色防刮材質 不過它的手法跟我們一般以往 習慣的其實不太一樣 以往這個部分我們會是做烤漆 下面呢才是防刮材質 但是這一次呢 這個Car Rock它把它反過來了 上面呢是防刮材質 下面呢用了霧面的烤漆 看起來其實它的塑膠感 會是比較重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行李箱空間 開啟的方式是電動開啟 那麼我想喔 這一台車它的空間以及收納 還有它的靈活變化的程度 才是這一台車的精髓 那它還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設計的都是很貼心的 首先映入眼簾 最明顯的就是它大面積的遮陽點 如果你不想用的話 稍微一拉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收納起來 行李箱空間的話非常方正 有479公升 同時呢周圍提供了很多小地方 可以讓你收納一些小東西 左邊啊 右邊啊 甚至上面這些比較零碎的空間 它都利用到了 甚至呢它還有這種束帶 這個束帶 可以讓你固定東西 那甚至在網上看的話 一些比較高的地方喔 以往我們可能就覺得 這些地方很難利用 但是它設計的掛鉤 同時呢是可以滑椅的 所以如果你有去買一些 湯湯水水的東西啊 還是水果怕壯的話 就可以把掛鉤往下 就可以掛在這個地方 欸 設計還不錯 利益良善啊 當然 戰板打開之後呢 因為現在都改成了工具組 補胎計等等 所以也會有其他的收納空間 但是目前呢看到的這些工具組 通通都被收起來了喔 那麼這一次呢 他們針對內部的空間 以及它的座椅喔 做了一個設計叫Variot Flex 好 簡單來說的話 白話一點說 就是說它內部設計了很多 不同種的變化 我隨便算一算 大概可以達到十幾種啦 但是我幫大家整理出幾種 大家比較常用的 例如說椅背 最平常大家常坐的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吧 就是一般模式 當然它也支援了 424椅背分離傾倒的功能 傾倒之後呢 公升數可以來到588公升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做 更多的變化 例如說你甚至可以把收折完的座椅 往上先 通通上先之後 變成一個2加2的加大的平台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中間的座椅拔掉 變成四人座的這種總裁級 感覺後面的空間又變很大了 很舒服 又或者是今天你要出去錄影 你想要把後車廂的空間 整個最大化的話 後面三張椅子 甚至支援了完完全全的 移除這種功能 非常的方便 我相信如果你是戶外的 愛好一族的話 你會相當喜歡 這樣的空間機能變化 但是前提之下 你要不怕流汗 因為在今天這種天氣之下 我給你保證 你操作起來一定是滿身大汗 因為它的座椅呢 其實還滿有分量的 目前引進台灣的我們收到的資訊啦 手上呢只有一個款式 所以看起來呢 嗯 滿簡單的 目前看起來是有PUSH STARK可以用 只要鑰匙帶在身上 好 很方便的配備喔 那在整體的鋪陳上面 我覺得滿有Skoda自己家的這種風格 你看它的鋪陳喔 你會覺得哇 簡簡單單的 看起來很樸實簡約 但是它們只著重在一個字上面 叫做實用 不對 這是兩個字 一個形容詞啦 實用 它上面呢 用了大量的軟質塑膠鋪陳 多大量呢 除了中央 整個中控台之外 繼續往下 中央鞍座 它做的這個扶手的造型 你不要看它這個造型 好像是硬的喔 其實這邊也都是軟的喔 所以握起來 它是很舒服的手感 一直延伸到這邊 全部都是軟的 甚至中央扶手上面的皮啊 裡面的發泡棉啊 都是很柔軟的 但是它當然它同樣用了一些 不同的元素來做妝點 例如說類金屬的飾板啊 或者是鍍鉻飾條啊 黑色鋼琴烤漆啊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它們用的色系 實在是太接近了 所以看起來你會覺得 嗯 質感雖然不錯喔 可是好像有點單調有點暗沉了 但是呢 手感的表現上面的確是還滿不錯的 好 接下來呢 前方三幅式的方向盤 同樣做了一些裝點喔 黑色鋼琴烤漆 或者是鍍鉻飾條 這些都有 甚至上面呢 還有一些快捷鍵 右手邊 這個可以操控 你的輔助安全配備 或者是電話的接聽 甚至是行車電腦的操控 選項 確定等等 左手邊可以操控音量啊 或者多媒體啊 語音等等 方盤後面很可惜喔 並沒有畫腦撥片 不過方向基座上面提供了一個 主動式跟車系統的撥桿 可以透過這個撥桿呢 來做操作來做設定 前方雙圓式的儀表板 中間呢 大概有一個四吋左右的 行車電腦螢幕喔 裡面呢 分幾個大項 例如說你跟手機的連結啊 或者是車輛的狀態 甚至是行車電腦 或者是一些 輔助安全配備的設定 或者是你的audio 你的媒體的狀態 都可以從裡面來做閱讀 切換起來呢 是很方便的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看到 目前是英文的 包含中間的這個多媒體螢幕呢 現在也是全部英文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喔 例如說 比較分大項類的東西 radio 或者是media 不同媒體的來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source SD卡 或者是USB 或者是藍牙的連結 這些比較主流的東西 它都是有的 甚至呢 它還有smart link 如果你是拿蘋果手機的話 它就支援了Apple CarPlay 或者是近射的功能 那Android呢 有Android Auto 但是一樣 台灣目前尚未開放 這都是很可惜的地方 又或者是你可以在車上 看你的圖片啊 你都可以把它灌進USB 或者是SD裡面 電話連接 或者是車輛狀態 像現在看到的是 不同的紀錄啊 它還會幫你評分 說你這一次呢 你開起來有沒有夠環保 像這個人66分 這個人75分 滿有趣的 算是一個小遊戲 那通常加入小遊戲之後 就會讓你更 更專注在省油上面 你會覺得很好玩 想要更高分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鼓勵方式 又或者是聲音的調整 或者是這邊還有 雙區恆溫空調調整 溫度啊 風向啊等等 甚至還有細部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語言 有沒有中文 它有英文 它有西班牙文 它有義大利文 它有德文 波蘭文 它有瑞典文 土耳其文 好 就是沒有中文 我覺得沒有繁中 那也就算了 但是現在的車 至少也要來個簡中吧 有簡中 大家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得懂 至少要有簡中 那我剛剛有詢問一下原廠 未來上市之後呢 不管是這個多媒體螢幕 或者是中間的這個行車電腦 會不會有機會變成中文的 很可惜目前呢 得到的答案是上市之後 一樣維持會是英文的 但是原廠目前在努力積極的爭取 所以說有機會 但不一定 有興趣的人 不急的人 說不定可以觀望一下 再觀察一下 那麼再往下看呢 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這個使用起來呢 都很簡單 重點是後面有一個叫AirCare的東西 這個東西啊 其實簡單來說 它就是有一點空氣濾清器的這個功能 例如說現在 大家非常流行在講的這個PM2.5 透過這個冷氣過濾之後 吹出來的空氣呢 就可以會是非常乾淨的 那這一台車它的內裝呢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這些 其實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它的座椅非常的好做 你應該看得出來 它的座椅設計得非常大張吧 它的造型啊 甚至它的縫線 它的鋪陳 其實造型是滿好看的 而且它的面積也比較大 感覺就是針對歐洲的男生去做的一個設計 所以坐起來呢 雖然它旁邊的側翼滿突出的 但是你看 如果我移到最另外一邊的話 這邊幾乎是空的 所以當我在左右搖晃的時候 其實它是沒有什麼包覆性的 但是坐起來你會覺得 欸 很舒服 這個椅子夠大張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腳步的支撐非常非常的足夠 因為它的椅面啊 應該算是我試過的車裡面 數一數二的長 所以它在整個支撐表現上面 相當出色 軟硬呢 也很適中 好 再來 這台車 Car Rock 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是後座的空間變化 非常多樣啊 不但可以變化還可以拆除之外 就連它普通的這個內裝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也設計了很多 不同的小收納空間 例如說中控台上面 這邊就有一個小按鈕 打開之後 裡面就提供了一個收納空間 又或者是駕駛座 左手邊的前方 這邊打開 這邊也有一個收納空間 那普通的門邊 以前也會有收納空間 對不對 但是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還加了一條繩子 加了一個小滾珠 讓你可以夾住 你的書包類的東西 在放置跟拿取的時候 也會比較順暢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很妙 就是副駕駛座下面 這邊有一個小按鈕 打開 裡面提供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小的置物空間 至於可以放什麼呢 放不進去 所以你可能可以拿來藏一些 我覺得拿鈔票 零錢 臨時下車不知道藏哪裡 可是又不想被看到 或許你可以藏在那邊 或許啦 我目前還想不到它可以做什麼 好 排檔桿前方呢 這邊也有提供一個收納空間 而且這個收納空間還滿大的喔 我來試看看 這個是Note 8 這個是6.6.2吋嗎 好 不管 塞進去 Note 8 大家有興趣查一下 好 它可以完全的塞進去 可見它有多深 旁邊提供的是12伏特的電源 還有USB的插孔 那麼再往後看喔 中央扶手 它提供了多段的調整 可以上來 再上來 再上來 它提供的是角度 不同角度的調整 好 中央扶手打開之後 它提供的是一個 方正的收納空間 前面呢 這一塊它比較特別 它提供的是收納模組 例如說現在看到的這個模組呢 它可以放置杯啊 或者是鈴錢 甚至鑰匙可以插在裡面 但是當你不想這麼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模組 欸 就這樣拿起來 有沒有 它是長這個樣子 水杯 鑰匙 鈴錢 你可以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呢 這邊有兩個卡槽 再把它放下去 欸 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收納的平板 上面做了一些造型防滑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要用的話 你覺得它很佔空間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別的地方 收納起來 這樣的話 你的中央扶手一打開 就變成一個長條形 蠻方正的一個空間 方便你來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啊 不管在空間的變化上面 甚至收納空間上面 絕對是這台車的重點 而且非常的便利 上到Car Rock的後座 第一個新的感想就是 這個坐起來真的是還滿舒服的 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會發現 其實膝部空間呢 有一點局促喔 以剛剛我在前座 我已經調整成我標準座姿 我身高是180公分的情況 這樣來說 目前我坐在後座 膝部空間差不多剩三個指頭 頭部空間表現比較好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左右 因為它利用把地板稍微往下降之後呢 爭取到頭部空間 所以頭部你會覺得表現也不錯 只是膝部喔 加上前面又有一個餐桌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點比較小的感覺 但是這個餐桌 我覺得它帶來的氛圍很不錯 就連坐在這邊 我還沒有出去玩 還沒有開出去玩 我就開始有想像 如果我們全家出去玩的話 哇 我的朋友啊 還是我的家人坐在後面用餐 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那種感覺 非常好 當然這個餐桌是 它算是一個零食啦 算是一個硬直的 所以你不能放太重的東西在上面 然後旁邊呢 支援了一個置杯架 好 吃個漢堡薯條 配個飲料 應該是不錯的選擇啦 好 那後面的座椅呢 除了它的變化很多端之外 如果你乘坐在後面 它也可以做一些空間上 或者是角度上的調整 例如說它支援了滑軌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目前滑軌的狀態 我已經調整到最後面了 所以如果要調的話 我只能往前調 也就是說如果你出去的時候 去大賣場買東西啊 如果後面空間不夠 可以稍微往前調 路途短短的稍微忍耐一下 這個樣子還可以接受 好 除了下面有滑軌之外呢 椅背的角度也可以做調整 但是當然也很可惜的是 就是我現在的椅背呢 已經調整到最傾斜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角度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要再往後 如果可調是應該還可以再往後才對 不過它的角度不大 那當然你說要做得很筆直 這樣真的非常筆直 這樣就不舒服了 我覺得它壓到最底是剛剛好的 好 那在整個乘坐的感受上面 它的座椅的發泡棉維持跟前面 它的調性是一樣的 很柔軟 很柔軟 坐起來很舒服 那同時它的椅墊雖然沒有前座來得這麼的長 不過以後座的標準來講的話 我覺得算是剛剛好 中等 不長也不短 那再來就是當你坐到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下面的隆起還滿高的 因為這一款車型呢 它其實在國外有推出四輪驅動的 不過目前呢 台灣引進的 我們看到的這一款它也是二輪驅動的 所以中間呢 還是同樣會有隆起 不過乘坐的角度 姿勢 都還滿舒服的 唯獨腳步的空間 被占掉了不少 再加上我的腳有點大 嗯 傷腦筋 中間還是留給別人來坐吧 那它是沒有中央扶手的設計 如果需要中央扶手的話 你必須犧牲掉一個人的座位 把中間的這個座位 椅背向下傾 好 你就可以換來一個中央扶手 同時呢 上面還有杯架 好 往上收 後座有一些舒適的配備 例如說 後冷氣出風口 同時呢 我們可以看到 座椅下方保留了冷氣通風口 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出去展現看車的時候 有一些車 它是沒有後座冷氣出風口 但是業務的話術呢 它就會說 我們是有冷氣出風口的喔 你看 我們的位置 是留在座椅的下方 但是以冷氣出風口後座來說的話 它有幾個定義 第一個 它的風量大小 要是可以從後面調整的 第二個 它的風呢 是要可以做風向的調整的 這樣才可以變成一個冷氣出風口 下面如果有預留孔 但是沒有中間這一組的話 好 你免為勤喚只能說 我們後座呢 有這個冷氣的通風口 而不是後座冷氣出風口 這一點呢 在行銷話術上面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權力 不要被忽視了 好 最後呢 後座還提供了 兩組的Isofix 今天在綠島幫大家試駕是Skoda的Car Rock 哇 今天天氣很好喔 而且台東算是我 綠島算是我一半的故鄉 我是台東人喔 好想出去泡泡水喔 很懷念啦 小時候來玩的地方 但是呢 在出去懷舊之前 當然要把Car Rock的試駕心得 分享給大家 首先呢 這一台車喔 它搭載的引擎 目前喔 在台灣所販售的VAG集團 也很少車輛搭載這一具全新的 1.5T直列四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150匹 最大扭力是25.5公斤米 搭配的是七速的雙離合器 自手排變速箱 其實一開始在開到Car Rock的時候 其實你會被它的一些規格 數據所影響 你會發現 欸 150匹 25.5公斤米的能力 其實以這樣的數據來講的話 老實講 並不是特別的出色 所以我一開始預想 會覺得這台車可能開起來 會有一點笨重 會有一點有一點適緩 結果開出來之後才發現 欸 這台車動力其實非常的充足 那後來研究一下 其實我覺得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搭配的是 這一具DSG的變速箱 DSG的變速箱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它的換檔非常的快速 第二個呢 它在整個運作的效率的表現上面 是相當出色的 之前試駕過 太多太多的車款 都印證了這一件事情 所以即使它的扭力 它的馬力沒有調校的相當出色 但是依靠著DSG 相當有效率的這樣的運作呢 依舊可以讓Car Rock開起來 是非常輕快 而且動力是很順暢 源源不絕的那種感覺 我想這兩者的搭配 是相得欲章的 尤其引擎這樣的調校 讓它的數據稍微收一點點 但是利用DSG的這個特性來強化 得到一個平衡點 同時又可以兼顧了 加速以及油耗的表現 像它的加速表現我覺得還不錯 時速0到100公里 只需要8.6秒 嗯 還不錯還不錯 再來我想比較多人關心的 就是它的平均油耗表現 然後每公升可以來到16.8公里 能源效率等級的話是來到一級 所以我想這對很多常常用車的 觀眾朋友來講的話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數據啦 那這樣的搭配呢 我覺得是很恰當的 包含了現在各位看一個上坡 我稍微踩重一點的油門 它的充電的表現是很好的 所以動力 關於動力這件事情 尤其有些人在買車的時候 他習慣看的是稀稀數 1.5而已 這麼小 好 時代不一樣了 1.5加上一個Turbo 非常好開 很順暢的 而且你幾乎感受不到 什麼渦輪池質的感受 這個是現代引擎科技它厲害的地方 那當然它在整個動力表現上面 是很充足的 那至於它在整個回饋感受上面呢 我覺得Car Rock開起來 就是一台非常典型的歐洲車 它在整個回饋感受上面 相當的明顯 很紮實啦 那當然也因為這台車用上了很多 高剛性的鋼材 以這台車來講 我剛剛就是問了一下 原廠的這個工作人員 他表示這台車用了 1200Mpart的高剛性鋼材 就佔了這台車的四分之一 好 這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那以實際的碰撞成績的話 這一台車在網路上 UNCAP都可以查得到 目前就是最高的五顆星 所以我想它的回饋非常的紮實 跟它用了大量的高剛性鋼材 也是一定有關係的 那再來喔 除了車體感受很紮實之外 那它在整個駕馭的感受上面 是讓我比較意想不到的 這一台車啊 原廠雖然把它定義為是一台休旅車 但是照我個人來看的話 其實它不是耶 它比較像現在非常流行的 就是叫Crossover 就是跨界的車款 也就是說其實這一台車呢 它結合了像是SUV它的特色 例如說它的空間表現很大 很靈活 讓人覺得很舒適 同時呢 它結合了就是Sedane的這個特色 也就是它整個重心的表現 是比較低的 例如說這一台車 其實它的車高並沒有很高 那離地高也沒有很高 先講離地高大概17公分左右 然後車高呢 大概160公分而已 好 如果有些人可能沒有概念的話 舉個例子喔 現在市面上非常熱銷的 例如說RAV4 或者是CRV 它的高度大概落在168公分左右 就高了8公分喔 那更不用說X-Trail X-Trail的話都已經170幾公分了 所以相對之下 這一台車其實它的車高已經降低了 再來它的離地高 剛剛講了17公分 所以在整體駕馭的感受上面呢 其實會比較貼近一台房車 應該是說 它就是一台歐洲房車的駕馭感 同時它又保有比較好的頭部空間 那為什麼會有比較好的頭部空間 前面好像有提到嘛 對不對 就是它把底盤盡量的壓低了 壓低了之後呢 頭部空間就顯現出來 但是各位一定會想到 這是一台Crossover 它也要兼顧越野吧 對不對 所以底盤壓低的話 勢必會影響到它的越野表現 沒有錯 所以原廠其實也很聰明喔 它做了一系列的設計 有一些小地方用了一些巧思 例如說它把前軸 後軸盡量的往外推 所以創造了一個短前旋跟短後旋 也就是說它前軸以前跟後軸以後 突出來的地方呢 其實只有87公分而已 短短的 短短的 所以就可以加強它的進入角跟離去角 比較不容易可以到你的車頭以及車尾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強化它的越野 短背道安全配備 雖然現在我手上並沒有非常詳細的資料 但是請各位放心 絕對是六七囊騎跳的 其他像是ABS啊 煞車力道分配系統啊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或者是循跡放發系統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甚至是什麼引擎的循跡的模式啊 循跡系統啊 或者是更進階的 主動控制車輛的這些東西呢 它通通都是有的 甚至它還有預防碰撞的二次遇殺系統 當發生事故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避免二次碰撞 這些呢 都是全車型的標配啦 那同時呢 還包含了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盲點偵測系統 但是這一次呢 在綠島幾乎是用不到 因為綠島幾乎都是兩線道 所以不太會有車跟你並排什麼的 所以剛剛差一點沒想到啊 盲點偵測系統 還有就是針對前方的預防碰撞的 警示系統啊 又或者是還有一個系統 就是倒車的時候 它會預防碰撞 它會自動的殺停 例如說各位現在畫面上 看到的這個樣子 當你今天在倒車的時候 如果有一點分心 不小心跟朋友講話 沒有注意到後面有障礙物 那我們是用一個軟的背包 加上一隻小熊 讓它去做感應 它會在快要碰撞上去的時候呢 做一個緊急殺停 你可能會嚇一跳 那這個當然也會相對的提升你的安全性 但是在這邊還是提醒一下各位喔 不管你的車上有多少的安全配備 但是你還是要靠自己的專注力 拜託大家開車的時候 還是要非常的專心 因為這個東西呢 它有幾個先決的條件 第一 如果你在開 你在倒退的時候 你的腳一直踩著煞車 放一下踩著煞車 放一下 電腦會認為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樣的操控 就不會介入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有可能會碰撞上去 再來呢 這個東西啊 它其實是靠後面的雷達波做一個偵測 所以它在高度上面 我想它應該是有一個限制 不過目前呢 是沒有這樣的相關的資料 當你今天的障礙物高度不夠的話 例如說是一個路原始 你可能就會直接騎上去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開車還是要靠自己 這些安全配備呢 都是最後一道防線 好嗎 好 不過話說回來喔 這一台Car Rock 雖然它的安全配備非常的豐富 但是它在整個駕馭起來的感受上面呢 它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模式給駕駛者 所以讓你開起來呢 是覺得其實滿過癮的 例如說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MOD按下去 它提供的像是ECO啊 像我現在用的Normal啊 或者是Sport 或者是Custom 你就可以自訂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Sport模式 切下去之後你就會感受到 即使我現在沒有踩油門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哇 這台車不一樣了 因為它的方向盤呢 突然變得非常的重手 那種感覺就來了 再來呢 它在整個輸出上面 轉速會比較延後 讓你獲得比較多 而且可以比較久的 去獲得它的最大的扭力 所以在整個駕馭起來的感受上 有沒有 感受就不一樣了 但是很可惜啊 這台車它並沒有換檔撥片的設計 它只能透過這個排檔桿 上下來做切換 雖然說它使用起來 或許沒有換檔撥片來得這麼救手 但是整個換檔的速度來說的話 跟它的效率 真的是無話可說 DXG真的是太厲害了 幾乎是撥下去之後 它馬上就會跳到你要的檔位 你選的檔位 所以即使Car Rock 它是一台原廠定位SUV的車款 但是它開起來 我覺得它還保有一定程度的樂趣 在支撐性上面 側頸上面 都還抑制得不錯 畢竟它的重心整體來說都降低了 好 那麼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這一次 我對這個Car Rock的 整個試車的心得 當然這台車很多地方都很棒 很迷人 我覺得它是一台很平衡的車 當然也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它是很可惜的 我說出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是不是你在意的點 剛剛前面大概講了好幾次了 就是說不管是行車電腦 或者是多媒體螢幕 居然都沒有中文 就連簡體中文都沒有 所以在操作上面呢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有些難度啊 那我也常常在講 這種螢幕喔 它都做得這麼漂亮了 螢幕也這麼大 裡面沒有導航 其實這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喔 好 再來就是它的引擎 現在隨著世界引擎downsize的這個趨勢喔 現在呢這麼大的車 裝了1.5的引擎 但是用了渦輪 但是不管怎麼樣 即使它的動力輸出 其實很流暢 很豐沛 但是在運作的精度上面 其實還是比不上排量比較大的 同樣是直列四缸的引擎 例如說2.0直列四缸呢 跟這個1.5T直列四缸的運作起來 其實它的精緻度 你偶爾就會發現 哎呦 還是有差一點點喔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避免不了的 好 那最後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原廠 這次Skoda它沒有算計到的事情 我覺得它這一次喔 把這麼重要的Car Rock 這麼重要的車輛 辦在綠島 就是它的失策啦 我這樣講喔 綠島的居民先不要生氣 我並不是指綠島不好 綠島很漂亮 綠島很好玩 很美 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是呢 這邊的路況真的不是很好 在整個路面的狀況上面啊 它有兩種路 第一個 它就是薄油路 但是薄油路呢 常常處於一個破損的狀態 再來呢 它大部分的這個地啊 我看就是有點像水泥地 再加上這個水泥地的狀況呢 其實也不是很好 它很粗糙 又或者它有很多的補丁 所以導致啊 這台車它的隔音到底好不好 它乘坐起來到底舒不舒適 我自己都有一點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到底是路面的關係影響 還是說Car Rock的這個底盤的隔音 真的是很糟糕 其實我有一點搞不清楚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原因啊 大概是因為這整個路面 給予Car Rock的這個共振 以及共鳴聲真的是太大聲了 各位可以試著聽聽看 這個車內到底有多吵 聽 這個共鳴聲已經大到 你好像在台灣開著高速公路的 那種共鳴聲 非常非常大聲 這路面的狀況呢 也是彈跳到不行 但是基本上 以彈跳的處理來講的話 我覺得Car Rock表現還不錯 但是以噪音來講的話 這真的是 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在台灣也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是真的不行 所以請各位如果有興趣 去試Car Rock的時候 上路喔 幫我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看看呢 你在台灣開起來的感覺 跟我在綠島開起來的感覺 尤其在隔音方面啊 到底有沒有差別 究竟是路面的關係呢 還是Car Rock的關係 請各位在下面留言給我 另外呢 各位的留言 雖然我可能沒有辦法 每一則都會 但是我每一則都會看 所以請你提供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看法給我 或者是你事成的心得給我 告訴我說 Eason你現在聽到的都是假的 沒有那麼大聲 在台灣沒有那麼大聲 只有在綠島而已 好 現在是水泥 接到柏油 聲音又不一樣了 但是一樣很大聲 好不好 就等各位的回報了 那麼現在呢 時間也不早了喔 我就直接要把車 又要把車開去緩了 公辦事實上就是這麼趕喔 好的 那之後呢 會持續為各位試駕 很多不同的新車 對我的頻道有興趣的 別忘記訂閱 甚至分享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我是Eason Bye Bye 越市區的路越爛 怎麼回事啊 跟我以前來的綠島 一模一樣 我以前第一次來綠島 大概是17 16歲的時候 嗯 綠島很美 有一個很美的回憶 星星好多好漂亮 然後跟朋友一起 非常的瘋狂 什麼時候我已經 來到了一懷念 就是十年以前的事情 的這種年紀了 唉